据台媒报道 台湾地区流行从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新增5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分别为47例本地个案及3例境外输入 确诊个案中新增13例死亡 指挥中心表示 近日新增的47例本地病例为 22例男性、25例女性 年龄介于未满5岁至90多岁 发病日介于6月22号至6月30号 个案分布县市分别为 新北市20例、台北市18例、桃园市5例 高雄市2例、新竹市及新竹县各1例 指挥中心说明 近日新增13例死亡个案 为7例男性、6例女性 年龄介于50多岁至80多岁 发病日介于5月14号至6月18号 确诊日介于5月18号至6月20号 死亡日介于6月17号至6月30号 据统计 截至目前岛内累计确诊14,853例 累计死亡661例 175月30号至6月31日 相当于4月30号至6月21日 正式游客 庄本身 游客 养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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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养客